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华德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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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类不仁不义的事 奴婢做不出来的 这回郎中心开的方子 需要五个时辰 且是一日一复 还有啊 切记中间不得加水 须小火熬炙 清晨时趁热为夫人喝下去 那夜里清儿还须看着熬药 清儿可不干 是啊 谁愿意干呢 不如这样吧 妙 游凤姐姐 我全听你的 妙聪 与你说个好事 刚我俩已经商量好了 这药啊这么熬 这怎么行 少熬三个时辰 大火快熬干了便加水 这么熬法 万一夫人医不好病了 咱们的良心怎么过得去啊 妙聪 你多力了 不会有事的 我保证 你不是郎中 怎能保证 那你自己熬吧 我二人可不帮你了 险些中了你的圈套 你想一人邀功啊 你们误会了 我没有想过什么功不功的 只想对得起良心 你既执意要对得起良心 那我们也不好阻拦了 不过 最终三个人商定 庆儿看紫时前半个时辰 妙聪负责看紫时到某时四个时辰 游凤 看早上晨时前半个时辰 妙聪姐姐 爹 牛凤姐姐和亲眼姐姐每日都打扫同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有这么脏吗 你们三个过了一下 这字写得如何呀 回老爷 奴婢觉得这幅字甚好 一笔一块都这么有韵味 是啊 这字不是一般人能写出来的 那是那是零二刚写的 早让你挖着地窖 怎么一直也没挖呀 您上次没吩咐完就走了呀 修气之时大家调侃虚语没什么继续吧 奴婢们去照顾夫人呢 少休息一会儿没什么 只愿夫人能够尽快的好起来 清儿也担心夫人 闲也闲不住 游风的孩子真懂事啊 把清儿也带好了 自从他来 下人之间的关系也好多了 不想妙聪 太好了 嫂子病好了 夫人 我听郎中说了 你已经痊愈了 我早说过你会好的 太好了 太好了 游风啊 这一年你们辛苦了 都是游风该做的 也是您教导奴婢的呀 不要这么说 老爷夫人要奖赏你们了 清儿和妙聪呢 清儿去休息了 那妙聪哪儿去了 我也不太清楚 其实我跟清儿看着也没什么 妙聪这一年来从未看过药吗 您别生气 其实妙聪这一年也很辛苦的 您别怪妙聪了 是我们甘愿为夫人多做一点的 难得你们能有这份心呢 何事 说吧 大家都走了 游风有句话不想说 但我若不说 又觉得良心上说不过去 也对不起您 老爷夫人出去那日 我见妙聪急匆匆的 从夫人房间里跑了出来 不知与夫人玉佩被偷一事 有没有干系 什么 原来是她 这种事情要仔细查清楚啊 不要因妙聪进过我房间 就说我的玉佩是她拿的 您不在家 她为何会来您的房间 还急匆匆的跑出去 我还是不敢相信 这事先别生长 如果你一定怀疑妙聪 就再查查 不要冤枉了人家 好 由凤庆儿 这些是老爷夫人赏的 拿去吧 今后要更好地照顾夫人 知道吗 这才对得起老爷夫人 谢老爷夫人 其实老爷夫人不用给奴婢这些的 拿去吧 这是老爷夫人的心意 不要推辞了 奴婢 奴婢们要更加努力才是啊 今后你不必照顾夫人了 现在夫人病已痊愈 不需要那么多奴婢了 你去洗衣服 你去洗衣服可以吧 可以吧 是 都走吧 今后妙聪一个人洗衣服 你们我有新的安排 好 妙聪 你去吧 这江上全靠我会说话 你的潜力应分我一半 平时重活都是妙聪干 然后是我干 你什么都不干 这份就该是我的 你给我 给我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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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 张梦哲做了保安右卫的指挥官 奉了命令调去做操练 夫人也怀了孕 妙聪姐姐 妙聪姐姐 你会剪纸吗 会啊 太好了 太好了 姐姐给我剪个花吧 哇 妙聪姐姐真厉害 清儿姐姐根本不会剪纸 妙聪姐姐 妙聪姐姐呢 说话总不算数 她每次都说一会儿就给我剪 可是一直也没给我剪 好了 剪完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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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妙聪姐姐 这是什么花呀 兰花呀 幽兰乡丰远 惠草流芳根 说的就是这种花 幽兰乡丰远 惠草流芳根 是什么意思呀 幽兰乡丰远 惠草流芳根 强盗来了 强盗来了 妙聪 快和我一起逃吧 强盗 走 我要带夫人和灵儿一起逃 快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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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饶命啊 饶你不得 快开门 开门 开门 快开门 快进去看看 快开门 前门后门都是强大 快开门 快点 有人 出不去了 怎么办呢 快开门 在这 快开门 快开门 夫人 您在这儿等一会儿 我再想想办法 啊 别怕 夫人 大难您投 我只好先照顾自己逃命了 祝夫人有个好运气吧 夫人 您都保重 尤凤姐姐也带上倾儿啊 开门 我看前面有个强盗士头头 咱们去求求他 许能放过咱们哪 这玉佩好漂亮啊 这是夫人的玉佩 哪儿呢 快开门 请去看看 没想到 我的玉佩是被油缝偷走了 快点 有人 轻儿跟了我这么多年 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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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劲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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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桑 咱们干什么去啊 灵儿 我是受过朝廷封告的妇人 一礼上 断得不可受辱的 你也是做官人家的女儿 绝不能被强盗掳走 你懂了吗 那 remarks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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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啊 啊 啊 夫人 凌尔 你不能一个人独吞 刚才是我捡起的 咱们不是姐妹们 快给我 要钱不要命 灵儿 水太凉 到姐姐肩上来 姐姐年龄比你大 身体又好 没事的 再找找 妙聪姐姐 灵儿 先别说话 这府里怎么既没钱又没人呢 我刚才听前门兄弟说 抓到两个府里跑出去的姑娘 还带着块特别值钱的玉佩 什么 玉佩 走 看看去 妙聪姐姐 妙聪姐姐 你还觉得冷 你呢 我 我没事 再坚持一下 不多久便会有人来了 哦 喂 妙聪姐姐 你猜我带了什么 什么呀 是姐姐前日里给我捡的剪纸啊 由来乡方眼 惠草流芳根 上次 姐姐没有告诉你那句话的意思 啊 兰花的香气虽不浓郁 却能飘散很远 惠草即使凋谢了 也留下芳香的根 夫人 夫人 灵儿 你们在哪儿啊 嫂子 灵儿 夫人 你们在哪儿啊 夫人 嫂子 灵儿 你们在哪儿啊 管家 管家 我们在锦下 啊 夫人 后来 管家从灵儿口中得知了事情的真相 对妙聪十分愧疚 主动向张梦哲建议将此事上奏 皇上知道妙聪为救主而死的一举后 也十分感动 并将其载入史册 没想到妙聪平日少言寡语 关键时刻竟如此重情重义 名垂千古了 羡慕不来 妙聪真是拦置会心 会当初啊 咱们都没和他说过话 后来我才知道 其实玉佩是游凤和亲儿两个人拿的呀 那会儿啊 她一人洗那么多的衣服 咱们也没有帮过她 真是的 这孩子长得真像妙聪姐姐 这孩子和我的命都亏了妙聪啊 日后灵儿也要像妙聪姐姐一样 正直 勇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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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身体就像地球 不止周围的人 甚至千里之外的人事行动 都能影响我们 目前正在发生的 过去已经发生的 别人正在做的 别人正在做的 想的都会影响我们的健康 所以就像空气一样 息息相关 你外面的一条水沟的水就会变河流 别入大海 大海 会贯穿整个地球的 所以不要乱排放废水 不要有不好的信念 不要讲不好的话 为什么整个世界都大家互相在影响了 伟大的佛陀就发现了这个缘起的道理 互一的道理 缘起无我的道理 所以大家在这边精进的修行 做好事 这个世界就进化了 所以过去 现在别人在做都会影响你 所以了解这个 我们要一方面替众生消业障 二方面我们也积极做好事 放出好的信念 让黑暗减低 所以同样的你的身体也是个小小的世界 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第八一次叫 尝试你的仓库里面 以前有坏的种子 也有好的种子 这些好坏的种子 你起了一个因缘以后 它就会 就像你碰到地雷就会爆炸 你碰到那个好的种子就会开花 所以同时你也一直在影响你自己 所以不但影响你的肉体 影响你的家庭 各位现在在这边努力 你的父母 妻子父母都会得到影响 你的下一代也会受到影响 然后他们也影响你 所以那怎么样扩大自己的影响呢 最大的力量 发菩提心 佛菩萨的力量 你只要发菩提心 所有佛菩萨的力量 都透过你展现出去 就像好的镜子一样折射太阳光 所以这个是互相影响的世界 谁也不能够独立于别人之外 如果我们站在佛教里 就叫地球国了 每一个都是息息相关了 可能你肤色种族不一样 语言不一样 但是我们大家都连在一起了 密切的 密切的 头痛也会影响你的整个脚 你的脚不舒服也会影响你的心情 这个叫地球生命水 体水火风树木都是一体的 了解如此以后 你永远不再寂寞了 这个网路世界 因果世界 所以你的起心动念 一直在影响到这个世界 而且你想的越多 地狱到了苦 饿鬼到了苦 所以你更认真发普体心 他们就一直减低痛苦 所以 千里外的人事物 大家都互相在影响 所以你身体越不好 你心情要越好 所以身体越不好 才感受到其他身体的不好 等人的苦 所以我更要为他们发菩提心 念佛持咒 不但影响你自己 更影响了他们 然后呢 为了他们来念 然后那功德更大 所以了解这个缘起的世界 不要再自私了 要一切为别人想 不要再贪图个人的名利 凸显自己了 凸显自己没有用了 要整个世界好 你才会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